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大家来观战一把老烟花的速散 这种方面的话,先知,守,木,魔术加杂技 这套这种打速散 我个人感觉就是前期能拖得住 但是后期不一定顶得住 什么叫前期能拖得住呢 这套这种除非你上来遇到先知 即便遇到先知 我觉得有的时候先知也能有一个不错的先知的 但是等到打到中后期 穷者这边道具慢慢被消耗 然后他们的这个状态 包括他们上挂次数慢慢的被速散给消耗了之后呢 可能就会出现开门战一波兜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里是选择上来抓守木人 这一波选择抓守木的话 穷者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他们救人不一定好救 先知能不能给只鸟 让这边的守木人开车走 先交铲托住 他很坏啊 大家注意到没有 他刚才其实前面那一刀都感觉到他都不想打的 他压根就没有想要抓这个守木 他只是想把这两个铲子骗掉 骗掉以后守木人就不具备有救人能力了 打到后面的话 守木人想要救人很难的 再来找先知 蓄力刀有了 鸟给上漂亮 这个鸟给的非常非常的好 刚才如果说能够再来一次 我一定会把这鸟给到这个先知 大家可以看到先知在给鸟的时候 甚至他的视野里面都没有这个速散的 就是纯粹的一个预判 因为刚刚丢过来以后 他有一个白色的 白刀的一个加速散 打一刀到二阶 丢伞压住 先知一边倒地 整体的一个击倒时间 确实稍微会稍微久一点 但这道阵容我也讲 他到后面是不一定顶得住速散的 然后这边守木人铲子交完以后 现在救人的话 只能靠魔术师来救了 守木人我觉得就不用过来了 一个摇铃 好的 这边先知新鸟 吸不太出来 熟木人的话 应该是管自己修机 魔术师来救 魔术师把先知的机子补掉 这个局 穷者第一波救完 第二波我觉得可以考虑 看看要不要 要不要救了 杂技的话 手里可能还有一个博名 杂技的话 手里可能还有一个博名 魔术师过来 待会儿可能是隐身救人 可能是隐身救人 直接隐身过来咯吗 直接隐身过来咯 这个这有点亏啊 感觉 我觉得可以卡一手 可以卡一手 各位你这边直接捞了 这先知也走不了 二挂先知 那这边魔术师状态又不好 不可能再过来卡 你要派杂技过来的话 机子不够 这局的话 应该打到这个节骨眼上 我觉得速散应该是赢了 输是肯定输不了了 全能想保平 我觉得难度有点高 因为现在机子差了有点多 机子差了有点多 杂技师这边过来压着 准备来救人 魔术师机子能点掉的话 去补杂技 鬼屋里面的机子 溜伞 照到魔术师了 过来 好的 那看见了吗 看见这个 杂技了没有 如果没有看见杂技的话 杂技这边好像似乎是 可以把这个先知给捞了的 魔术师这边被倒地 倒地以后下眼 再开西红往回顶 先知这边被捞下来 选择把这个魔术师挂上 挂到这边的遗产级 那求者这边的话 好像有一波节奏点了 因为这里守墓人的机子 守墓人机子我觉得 他得修掉 守墓人机子不修掉 外面的话可以重启一台 这边杂技也过来 我觉得守墓人机子修掉 求者是有机会的 他这波选择 我觉得当时可以 不管这个魔术师 要插个眼 然后直接反身过去 把这先知给抓了 淘汰了是比较好的 以他的排点能力 排得到这个先知的 当时那个位置 现在的话 就求者这波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选择 应该是 先吸这个有薄命的 没吸下来 没吸下来的话 假动作打两个人 震慑一个 我去 但核心问题 就是他们机子不够 守墓人机子没修掉 你别说 刚才这个守墓人 把自己的机子给修了 然后 杂技过来压着救人 这个局 穷者有望能打 或者有可能能打出一个 四人开门战的 现在的话 让魔术师补机子 杂技再过来 卡着救人 半血的杂技 机子是能好的 机子是能好的 但这边的话 如果说排清楚位置了 顶出去打杂技可以 他去 偷袭这个先知也可以 找到了 有摇灵 但这边有球 球跳不出来 这球跳不出来 跳不出来 密码机点亮 魔术师这边过去捞人 魔术师这边可以 可以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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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捞了 这两个人 似乎都不一定走得了 那边的话 先知一位不是贴门的 魔术师一根魔术棒 先顶 排位置 能找到吗 没找到 第一时间没找到的话 这边摇灵封住 这个交互点 好像还可以 击倒以后 他得翻下去 跟个眼什么的吧 不管这两个人 偷袭 丢伞 杂技这边有反应 两个人有反应 先知是上化飞的 还是速伞 就是团长 他一个个人打法问题 他刚才这把的话 这里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是 其实是亏的 先知鸟吸出来了 其实是亏的 他如果当时回升过去 打先知 我觉得这个局 怎么的 是输不了的一个局 而且大概率是赢的局 现在的话 你可以看到 穷者这边 其实刚才如果说 有更好的 当然这路人局 没有办法要求那么多 他们如果更好的一个 人员分配的话 我觉得是 增加密战可能性的 首分这边教自己 魔术师的话 这边是一个二挂 刚才我记得是没有过半的 而且这局 他能够打成这个局面的 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 在于他的一个 震慑 他如果不是震慑的话 这个局 其实要比现在 裂的多 挨一刀追中了 可以 那赢好像也赢了 但这个赢的赢在 赢在操作 赢在后续的一个抓人 赢在这个牌底 这种打法 我觉得是 就是很 很冒险的 但是这也因为 他有这样的一种 冒险打法吧 才让他的对局 显得有这么多的戏剧性 这么的精彩 为什么喜欢看 团长的速散呢 就是因为他打的不稳嘛 他是稳了 可能就没那么好看了 就像游戏的速散 也是这样子 为什么速散这么好看呢 对不对 因为打速散的人 都有一颗比较飘的心 一刀带走 好的 这话 守门人过来捞 这守门人是有博命的 这里能找到守门人 一刀 门开不了 先挂上吧 这守门人挂上吧 魔术师那边 你反正杂技过去捞了 你这两个人的位置 我锁定了 18秒 差不多 我也可以丢伞过来找你们了 这里的话 没办法 只能是去先把这个魔术师摸起来再说 硬摸了 然后这边挂上以后呢 刚好 这边丢伞好了 应该大概率还是一个四抓 保三针四 但这个后续的 这个能完成一个四抓 真的我觉得就是 那个震慑 那个转身刀 那个转身刀 不是那个震慑的话 当时那波薄命 两个人通 这波薄命就会给到 一个20秒的一个休机时间 穷者一个运营时间 对于穷者来讲是 其实四刀开门战 很有机会能够完成一个 三跑吧 我觉得有机会 我觉得真有机会 因为先知后面还有一只鸟能够吸出来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很可惜啊 对于穷者来讲确实有点可惜 那对于速散来讲的话呢 那怎么说呢 说不了 没什么可说的 就操作好嘛 你操作好这种东西 对吧 实力强嘛 你就可以浪嘛 骗过来 好的 地窖应该是不太会有 魔术师毕竟是个白板 那边门砸技能开 如果地窖在这里呢 可能还是有点说法 但地窖不在这边 蓄力刀带走了啊 走你 好的 完成了一个三抓 非常不建议大家学习的一个三抓啊 当时那个节奏点 大家先按视频调回去看 当时那个节奏点 接到魔术师 穷者插了一整台机子 鬼屋那台机子没怎么修的嘛 然后下眼 插魔术师 回身过去找到先知 先知就还吸出鸟 穷者机子也不够 把先知挂飞了以后 再回身打 三人 你耗尽了 我觉得也能多抓 改叹不信 我们下眼再边